大家好,欢迎收看科技怪小妞 当我们去饭店吃饭时,突然一只苍蝇飞到饭菜上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把苍蝇赶走 无视刚才发生的事情,继续享用美食 但是你知道苍蝇爬过的食物有多脏吗? 全世界营类有三万多种,它们拥有特殊的消化道 就算吃了带病菌的食物,能在消化道内进行快速处理 快速摄取营养物质,然后把其他排出体外 整个过程只要7到11秒,因此它们不会被细菌感染 虽然苍蝇对大自然有好处,但是对人体可没那么友好 它们会对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家里常见的苍蝇多为杂食性营类 喜欢摄食人的食品,处需分泌物与排泄物 苍蝇的味觉感受器在脚上 由于飞来飞去,脚上粘了很多脏东西 苍蝇身上携带着超过200多种有害病菌 影响了味觉感受,所以苍蝇经常搓脚 保证味觉敏锐,哪怕它们只在食物上停留一秒 就能把细菌传到食物上 因为生理构造限制,苍蝇没有牙齿 不能咬食我们的食物 它们的嘴巴像一根小吸管一样,只能用来吸 当它们要吃固体食物时 只能吐出一些富含酶的唾液来溶解食物 并且边吃边吐,对食物造成污染 从而达到软化食物的效果 然后就可以吸到嘴里了 所以你的饭菜被苍蝇碰过 上面可能会残留着各种粪便 生肉和病原体 所以那些被苍蝇爬过的食物最好丢掉 因为它们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排泄物 以及厨房垃圾等 垃圾中含有大量的病菌和寄生虫 它们会在食物上留下沾满病菌的脚印 也会留下粪便,从而给人体传染各种疾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欢迎多多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